春天像一张红晴天 送来了红灯笼 请来了红花椒 春天像一千红明傲 吹着那红鸡 装着那红宝宝 杨玉莹是中国的第一位前约歌手 她曾是中国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 曾被誉为中国内地歌坛 第一位玉女 也是中国歌坛经历最传奇的一位歌手 杨玉莹197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 一个普通家庭 她的妈妈年轻的时候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来到离南昌几十里远的石岗 参加劳动 为了表达把石岗建设的 更美丽的心愿 给女儿起名叫杨岗丽 如果没有杨玉莹的妈妈 就不会有中国歌坛的这位 色意拒绝的传奇人物 杨玉莹 惊人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春天像一件红棉袄 揣着那红金蛋 装着那红宝宝 春天像一条红腰带 伤着格格的心 续着美美的笑 春天像一块大红筹 舞着江南的心潮 挠着塞北的火炮 红筒筒的春天 红花花的光 红花花的日子 云笔年号 红筒筒的春天 红花花的光 红花花的日子 云笔年号 杨玉莹的妈妈 唱歌在当地 是出了名的好听 她唱出来的旋律 非常优美 杨玉莹从小听妈妈歌长大 她的第一任音乐老师 也是妈妈 杨玉莹家里很不富裕 但是她的妈妈为了培养她 省吃俭用 每天帮别人编织羊毛纱卖钱 供杨玉莹去少年宫学习 为了多挣些钱 杨玉莹的妈妈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杨玉莹十五岁 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南昌师范 三年后调到了省歌舞团 后来跟随一位老师 南下到广州 开始了她外来妹的生涯 杨玉莹在广州的酒吧助唱 长相娇好 声音甜美的她 很快地被广州新时代 影音公司相中 并签约 杨玉莹当时是中国本土 第一代签约歌手 她的歌很受大家的欢迎 啊耶耶耶耶耶 两年唱 唱的蝴蝶上上飞 呀唱的茶花冰几香 啊耶耶耶耶耶 茶林里飞出一堆 哎青凤凰 呀青凤凰 呀青凤凰 看彩彩的那个笑话 啊耶耶耶耶耶 三年亮 茶林里的那个飞出一堆 一堆凤凰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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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山飞出一堆凤凰 一九九零年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代签约歌手之一 一九九一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为爱祝福而正式出道 同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时光列车 一九九二年以演唱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而被全国观众熟知 其本人也因此获得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歌手奖 一九九五年登上央视春晚并演唱歌曲轻轻地告诉你 一九九八年出版美容书杨密莹美言物语 二零零零年发行转型专辑故事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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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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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后才知 你也有许多温柔 只要梦中挽留 再次复出的杨宇盈早已不在乎流言蜚语 不困扰灰色过往 更敢于直面过往的对错 人们也得以再次看到那个笑起来很甜的面容 现在杨宇盈已经49岁 她有着动灵的肌肤不老容颜 还是七八十年代的男人心中的偶像 她现在很注重健康和田园乐趣 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种菜 特别是辣椒 网友们称曾经的甜歌皇后原来也爱种菜 杨宇盈是个言语不多的歌手 外表清纯 声音甜美 她招牌式的笑容确实够甜够纯 即使神仙争意中依然纯美 你看蓝蓝的天 它并不遥远 等我们伸出手 感觉梦想的脸 你看蓝蓝的天 她春天一片 经过多少不变幻 人在眼前 人在眼前